慧琳導演真的對全圈很照顧 這場他真的算是全圈的 提蒙文師 就沒有慧琳導演沒有全圈 反正就是在這個圈子裡面 我一定會繼續加油 我希望我不只是一顆流星 我其實覺得非常對不起我媽媽 因為我一直生病讓她很擔心 可是我現在想要請她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我 我真的一個人在台北有好多人愛我 現場有一半以上的人 那些大明星們都是我的好朋友 你吐到了 不要哭不要哭你哭我會哭 旁白哥爆爆金鐘導演陳惠玲 癌世響年48歲 吳康仁許若璇賈靜雯忠心靈同輩 你美金女士 美金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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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場景已成絕像 導演曾經因為癌症復發 一度停拍 那最後是什麼力量支持導演 繼續完成這部作品呢 就是 抱著拍最後一部片的心情 五座金鐘獎得主 陳惠玲導演 樂觀對抗病魔 11月1日 人因子宮緊癌 病逝於台北萬方醫院 親屬在她的臉書公告 熱愛自由的她 選擇不設靈堂 也不辦告別式 會以樹葬的方式回歸大地 你們兩個就這樣繼續不嫁不生 我死了以後 你們連過母親節機會都沒有 2022年台劇 媽別鬧了成為陳惠玲一座 該劇女主角之一賈靜雯在Instagram 哀悼沒機會跟你好好告別 是我最大的遺憾 他不只是新人劉子權的伯樂 也最早給了簡曼書機會 你的慧眼豐富了我這13年的時光 我對鏡頭 對所謂的走位 都其實不是很了解 但導演說一句話就是你不要擔心 純導2009年找當時超菜的吳康仁來演 下一站幸福 細爆紅 他的事業也扶搖直上了 他曾說沒有那個機會 他恐怕還在餐廳端盤子呢 如今他對導演說 祝你旅途愉快再見 我真的一個人在台北 有好多人愛我 現場有一半以上的人 那些大明星們 都是我的好朋友 有好朋友 拜拜